1991年 科罗地亚一支警察部队在库松叶村执行巡逻任务时 被塞尔维亚游击队伏击 导致20名警察全部遇难 而主要原因居然是他们自制了一辆装甲车 1991年秋季 科罗地亚和塞尔维亚游击队就经常发生的伤亡 这帮警察自作聪明 把小型货车改装成了一辆铁王吧 看到这个刀枪不住的战车 所有警察都再不绝口 往后战场的怂抱都争抢着要坐进去直前 但殊不知他们游动了一辆坦克 当这个流言私下传开以后 那迎接他们的只能是RPG 这天巡逻小队为了炫耀他们的黑科技 居然违反军令 贸然驶入了塞尔维亚区域巡逻 但刚刚进入村子 他们的装甲车就被打坏 面对游击队的进攻 他们只好边打边退 快速占领了附近的一处民宅 暂时躲逼了一下 再打下去 这帮新兵估计要全部留在这里 他们等人全部进屋 就已经被敌方举一手击毙了两人 随后游击队又发射了一枚火焰弹 短短的一分钟就造成了两死一伤 剩下的人只好紧闭方门等待救援 望着龟缩保兵的警察部队 游击队立刻停止了进攻 他们从附近的五个村子调来了更多的民兵 准备执行经典的围典打员战术 由于A连长时间未回 上级似乎也察觉到了异常 于是他派遣侦察兵携带着无线电 悄悄地摸到了村子这边 领头的维达是个大量士兵 为了阻止赛方增援 维达立刻对他们展开了袭击 听到枪声的警察立刻喜笑颜开 救援部队终于到了 可是两秒以后 整个村子又安静了下来 外面的游击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下可担着受困的警察了 外面战况不明 也不敢下达撤退的命令 为此队长只好派出一人出去打探情况 但殊不知隐藏在暗中的枪手 已经正在多时 当双方发生了几例的效果 还好为他身手敏捷 很快就脱了 但刚转过身 眼前的一幕就惊呆了众人 这哪是游击队 非明是赛方主力部队 还没等他做出反应 一颗子弹就打了过来 伟大健壮只可请求总部 希望派出更多的援兵 但不幸的是 此时外出直停的B连 也被有一队困住 他们只能抽掉部分主力 前去支援 这支克罗地亚部队 已经被困得死地很久了 面对塞尔乌亚的袭击 他们死长沉重 对方一久就被困得退不难降 另区 还没等他们靠近 就已经交上了火 这下完了 救援如果吃吃味道 一旦被困小队子弹耗箭 一定会被全监死地 现在他们只能等夜色降临 才能试着发起救援 可没想到 赛方也是这么想的 到了晚上 受困的部队一发照明带 刚刚升空 眼前的一幕 差点没给他们吓死 在了村子中央 但还是不能靠近他们一步 现在只能让他们自行出位 但受困的小队弹药不足 能作战的人也寥寥无解 靠他们自行突围 简直是天风夜谈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让总部继续抽掉增援部队 总部答应他们 天亮就会派专家车和游骑兵 但用脚趾头想一下也知道 他们根本等不到那个点 现在的游击队不要命的往里面冲 已经开始策划总攻了 救援小队见状不得不下达撤退命令 不然所有人都要死在这里 伟达知道以后考虑了一下 向同伴要来了所有弹药 孤身一人顶着密集的火力网冲了进去 就算撤退 他也要进去查看一下状况 进屋以后 为他看见所有人的惨状 告诉了他们本次受困的主要原因 就是那个铁王霸日的火 游击队以为他们发起了总攻 立刻把准备攻打城市的正规军 全部调了过来 还把附近能用的民兵全部都喊来了 此时的村子被围在里参层外参层 想要安全逃离 必须等到天明调来正规部队才有机会 此话一说 众人顿时心凉半间 他们等先又出新的对策 另外一支救援部队的光头也冲了过来 不过他带来的消息 更是给众人泼了一盆冷水 游击队已经策划天亮以后 就要全歼他们 趁现在还有时间 能跑得赶紧 过来会儿 伟大也从房间里冲了出来 但不幸的是 他被击中倒地不切 望着撤退的救援小队 再方立刻组织了猛攻 就因为他们开着四肢的装甲车 来此炫耀了一番 就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劫难 天亮为了尽快解决他们 再方直接出动了特种部队 他们在外围的墙壁上布置炸弹 成功地解决了这次战争 尽管大批游击队进屋以后 敌人组织了反击 但已经为时意外 不管是活的 还在审判 电影的最后 20名克罗地亚警察全部遇难 而说好的救援装甲部队 也迟迟不见租赢 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宿命吧 想要什么 却得不到什么 作为一部冷门的战争电影 推荐只说四颗星 从头打到尾 不管是巷战还是夜战 都充满了刺激感 喜欢饼片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 我是初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os你才指纹 五声 感谢观看